潘基民在土耳其最大城市 以致坦堡召開的聯合國文明聯盟論壇上說 聯合國派遣監督團 並非做一個被動的旁觀者 對暴行示弱無睹 而是要紀錄暴行 並公佈於眾 以嚴懲犯罪分子 在談及到敘利亞霍姆斯省胡拉市上週發生的嚴重屠殺事件時 潘基民說這次屠殺事件可能導致敘利亞災難性的內戰 為此他要求敘利亞政府尊重承諾 履行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安南的和平計劃 國際社會要求敘利亞政府 對敘利亞的民眾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他說國際社會越了解情況 就越能幫助實現政治解決方案 既能夠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 也能夠符合所有敘利亞人民的利益 發生社報道指 日前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已經向當局發出威脅 說如果當局不在6月1日中午12點之前 同意由聯合國和阿盟和平特使安南提出的6點和平計劃 反對派終會發起新的進攻 潘基民今天說 他強烈期待大馬士甲落實安南提出的和平設計圖 包括停火 停火行動在4月12日曾短暫實現 不過當日立即被打破 消費時間 並 MOS Sally